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年38岁 怀孕32周 今天是他产检的日子 每次出门对他和丈夫老肖来说 都是一次重体力劳动 把我这个尿袋装 来 一 二 再来一下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慢点 慢点 他中心补了 他这床子 这个毛巾就是上下 累几个话 就对抱我的来说 他省力气 要不然他全靠他的腰 他力瘦得均匀一点 他就不注意伤害他腰 而且我也不那么难受 九年前一次意外的车祸 导致张红的脊椎爆裂性骨折 从肚脐以下失去了知觉 下肢完全瘫痪 现在起来都累 都吃了 让人消 瘫痪 瘫痪 一 二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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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做偏了 哎呀 每回我做的 这垫不会歪得这么厉 来来来来来 你带我 你带我前面 哎哎哎哎 上车就是一个老大男的问题 不堵车一个多 一个小时 一个半小时吧 从顺义到医院 有60多公里的路程 为了不耽误产检 夫妻俩早上 五点半就已经出发 太不容易了 其实不知道哪样 小包里是什么东西 尿袋 哦哦尿袋 对 自己织了一个小布袋 对方便一下 对 要不然它那什么 它来回掉 对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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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这儿个人 上这儿个人 我使劲了 嗯 哎呀 又长肉了 大话 到竹岳就抱不动了 哈哈哈哈 因为张宏的双腿长期得不到自主运动导致激张力过高 从轮椅抱到床上需要按摩才能放平 怀孕最初张宏被许多家医院拒收 他担心宝宝因为自己的身体情况而无法平安降生 他心情好 刚怀孕的时候是在我们地方的服务 就在他说不能接了 他能力去三甲 结果那一天去了两个医院吧 就把我累得就出血了 就有点心脏流产了 轩武医院是张宏夫妻俩辗转的第五家医院 而找医院也只是怀孕过程中最轻松的一件事 我觉得这次呢孩子好像长得比上次长得坏了一点 嗯 是啊 那个孩子别养的太大了 因为你的服务量不像别人 你可能就在床上或者在轮椅上动着上 要不然你如果吃完了有点难受 他就有点憋气了 就是下次来之前把体重调入一下 在家穿完体重回来告诉我 行 谢谢您主任 谢谢啊 他的情况确实比一般的孕产妇要特殊一些 他基本上没有运动 他又算是高龄产妇 他老这么坐着就这一个姿势 孩子的生长空间也受影响 整个孕期这么长时间的带尿管 感染的问题 一旦出现感染的情况下 对孕产妇的风险也是比较大的 发现自己怀孕了也想放进我 天天纠结就不想要 不想要 这是张宏的第二个孩子 结贪九年 让他的身体情况大不如前 这个宝宝的意外到来 一度让他陷入焦虑 因为我这种身体状态在孕期的话 会有很多风险 很容易就行动压疮 一压疮的话 皮肤表面一破损 很容易就感染 一感染就很容易就发烧了 一病了的话 你对孩子肯定就不好 我怀孕的时候都想让别人知道 就老是觉得人家 要知道我这种身体还好 怕人家会是地团压疑的 有负担 很大的负担 此时张宏的心态 和当年车祸后是一样的 2011年底的那次意外 改变了张宏的命运 也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 刚开始出生的那几年 我就是这样想的 我就是一累累 就是一负担 只有自己一无是处 什么都不是 就是不如死了 一死百了 我也不想变成这个样子 事实也改变不了了 就面对呗 接受 我爱人呢 她的意思就是说 她的身体状况难受呢 只是怀孕这个十个月 日后呢 还要 就是说我的负担 就是说带孩子这方面 他问我能不能受 那我也能承受 我觉得责任越大 快乐也越多 我觉得是 更多的是考虑她的 因为我这个状态 已经是有目共睹了 根本就不可能 像正常的妈妈时候 去照顾孩子 可能我连患尿不治的话 都很费劲 这个无形当中就给健全的人 增加了很多很多的工作量 谁都有老的那么一天 谁都有动不了窝那一天 我要是说身体能够 允许的情况下 我是不会用儿女的 就是说不会用孩子的 也是怕自己动不了 还有孩子照顾家 为了下一次产检 张宏今天要完成医生交给的 一个艰巨任务 称体重 对于正常人来说 称体重 只需要两只脚 站在体重秤上 可是张宏无法站立 只能让丈夫抱着 此时张宏已经怀孕34周 大人的重量 加上孩子的重量 让老肖更加吃 在生活上 张宏只能依靠丈夫老肖 而唯独在做手工这件事情上 他一个人可以完成 这是针 对 钩针 大号小号的尺寸都非常全 从粗刀系 怀孕之后 张宏也坚持每个星期 完成一件手工 放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卖 来补贴一些家用 这天没干活了 手都有点生了 做一些小鞋子 然后放在朋友圈 做一些力可能急的事吗 腿不好指了 手还可以用啊 虽然穿的不多吧 但是最起码是 给自己找点试做 觉得自己还是有用的人 考虑到张宏怀孕之后 时常感到劳累 老肖并不太支持他的做法 对啊 他那蜘蛛才有八只脚 我说你这就两只手 你当成事业干 不可能是不是 没想花大钱 就是想花点零花钱 钱不钱的先封一遍 为了照顾待产的妻子 和即将出生的孩子 老肖还特意辞去了工作 现在工作就先不干了 还有一个月 孩子大点以后再找工作 我鼓一保姆也不放心 照顾孩子还是照顾他 所幸运的还不如我照顾 还省心 平常都一百四十一 多毛大了才对吧 就是觉得心脏跳得特别快 做个心电图 然后给他做个穿上心动 看有没有其他别的异常 谢谢 平常洗牙风 你以前心脏有啥基础病吗 没有 没有 左心扩大 随着运气的增加 张宏心脏的负担越来越重 血液循环也开始受到影响 在轮椅上坐十几分钟 双腿就会肿得十分厉害 感觉现在行 另外明天就别骂了 咋了 那是哪儿不舒服 不好伤 好舒服 我现在手已经脏都不行了 我咋子起的手 脏都已经脏不脏了 一产七点天的 七点十四 这孩子又脏了 抱得动了 挺费劲的了 挺费劲 三十八动了 咱也就不往后脱了 这么远 有疮变寒 你这个手术呢 我们必须跟麻醉科商量 咱们的麻醉方法 现在多少周 三十八周了 三十八 本位 本位 半分子多 而且是高龄 十五年前的做过一次抗产 现在她的特殊情况呢 就是一个 外伤后的结胎 她一般胎动 她自己都不知道 她得手去抚摸 看看腰椎后面的 十一十二 到底你看看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支血 腰麻肯定是不能 没有疼痛不感觉 这儿全疼吗 感觉不到 这儿全疼吗 她应该穿刺的部位 皮肤的感觉是确实的 这样的话 在没有感知的情况底下 你来扎 就容易损害 病人潜在的这种脊神经 因为她没有反射 全疼是唯一的选择 是一个唯一的选择 明天早上进食肯定是必须 对 要按全疼去准备 要按全疼去准备 今天晚上十点以后不吃不喝了 就是什么入嘴的东西都不要给她了 咱不管明天用什么麻醉 反正我也凭手术我的心情就很内心的 因为我做的手术太多了 我做了大大小小的手术 一闻到小狗鬼儿 我就紧张 这就是去医院去的有点怕 不过我还是特别相信医院 今天来到这儿医生肯定是最好的呀 最安全的方案会肯定的呀 最安全的方案会肯定是最好的 最安全的方案会肯定是最好的 行 咱们准备上去了啊 好 你到地点啊 来 一二三 再来一点 一二三 好嘞 走啦 不然怎么办啊 喝喝喝啊 小虹 见一会儿啊 见一会儿 我得多长时间 这开刀嘛 这 那全 这么多了 这里 只是 有点 你 老实 生 是 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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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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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声迅速用治疗筋包裹宝宝的屁股把孩子拽了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redit giooni 你以为那小鸡怎么用 松手吧 来 沙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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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孩子呢 颜色 面色很红 挺红润的 互生挺想要 初步是3290克 一会儿我们回去之后 应该是再去撑一下 能贴一下吗 能贴一下 虽然看不见啊 但是这个母子情深的 这感觉还在哦 女孩 来 来 稍微离他远一点 这儿别太近 大人啥时候出 大人一会儿 您再办一会儿等一下 在门口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啊 我担心就是担心大爷 担心大爷 不是小事儿 早点出来 平安的出来 你什么时候能处理吧 这几年啊 二十分钟吧 提纬家 插到两根 陪水 这个 放太阻碍了 他上次手术呢 橡腔里粘连得 比较严重 粘连的玻璃面出来 处得稍微微一点 多一次手术 他可能多一次粘连机会 为了避免这次PO公铲刀口 和腹壁再次粘连 王丰英主任特意 放了一个防粘连的膜 dies 不给他分离开了 他跟那个大网坡或者肠管过来粘连 将来以后他容易出现肠肝脂 或者其他别的腹腔连连的一些病发症 好啊 深呼吸啊 深呼吸啊 就是氧气 很好啊 来好啊 好 你拽那个拽 哎 走 走 行啦 出来了 章虎 哎呦 受累了 一楼 一楼 回到病房 章虎还没有彻底苏醒 受累了 老肖就在一旁帮他按摩 只希望手术后 妻子能更舒服一些 章虎 来看看你家宝贝 他挺像你的 打圆脸啊 摸蟲啊 哎呀 好小啊 好小啊 这是宝宝第一次和爸爸妈妈正式见面 他的出生 承担了太多夫妻来的心 明天咱们四口 都可以玩了 好可爱啊 都老实 他眼都不闹人 真好 肚子都在肚子 不然你回家能见到姐子了 等着小棉儿以后好好笑你吧 他爸比我要心得多 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等着我把她扔一碗 太可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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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带着孩子的 不要走 走 那我们走啦 走啦 拜拜 我们回复好了 带我们回家 多忙 把他没睡醒了 你抱走了 谁呀 谁呀 这个好点 我一点都没问题 他不就是 谁和我方便 尽管张红照顾宝宝 需要在女儿或丈夫的帮助下 才能完成 但每一次 她都要亲以亲为 她好了 好了 大姐媛媛在中考结束后 也开始学着照顾妹妹 我作为她姐姐 首要就是要帮我 慢慢从被照顾的一个角色 然后转变成一个 就是比较靠住的角色 好 好了 服务了吧 对我来说 九年前的车祸 是挺不幸的 但是我也相信 通过我们一家人的努力 生活肯定越来越好 平平淡淡 对我们来说 就是最值得珍惜的幸福 感谢宣武医院 感谢王主 在最绝望的时候 能够接收我 圆我一个梦 也许很远或是昨天 活着的勇敢 没有深的光 换你我生而平凡 1月20号那天 我记得非常清楚 我的右手正好拿了一个病 的病毒管 所以下意识用左手去打 我当时是看见了自己的手 的骨头的 在ICU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脑有水肿 然后还有出血 脖子这一块刀口也还没有长好 然后你又动不了 就是那个时候是难受的 可能掉了眼泪 这次能够活过来 一个是我们科的同事 还有一个志愿者 还有一个患者家属 如果没有这些人帮我的话 我觉得我逃不了 人在遇到突如其来的打击的时候 可能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一些焦虑 你不小心被一个石头绊倒了 没有必要对这个石头拳打脚踢 而应该抬起头来去看更高的路 因为我一直告诉自己 自己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去做 只要精神没有颓废 其实人生才会更加精彩 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形形色色的苦难 病痛是其中一种 它构成了我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没有视力 我觉得都是意味着一种深渊 只要能保住一点光 就意味着希望 就意味着光明 我们在学校围里面 然后也在找人家表现 指寻人家 长大的女人 看一个房子 所以还是哪个房子 看一个房子 看一个房子 好久不見了 梁小靖 你快坐呢 你都差點見不著我了 這次商醫事件 在現實程度上一定程度上 會給我造來一些阻力 左手不變的話 確實在做一些事情方面 甚至包括打字 都會變得更加困難 一天一支 一天兩次再連七天 有了重學這個這個 得亏在我十五塊之前 看著看著看著 再過半天再過半天 我剛才聽說這個字 我又哭一跳了 真的錯了 等我手再好一點 後面我還想給它再弄呢 後面有可能還能再好一點 回去吧 難受太難受 رب起來了 扔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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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妮儿 半场夜短暂 跳动心脏长出疼 愿为闲而战 像我原来要做很多的手术 看很多的病人 现在可能也看不了那么多病人了 也做不了那么多手术 但是说实话呢 也有点放心不下 放心不下就是在于 其实这段时间 确实耽误了很多病人了 对于我自己来说 可能还好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损失太大了 是 你要知道 就是不别感动 帮你们拉从新疆渔离来 那也是我的老病人 记得 记得 老俊彦就眼睛干嘛 对吧 对 亲子勤来了 来吧 直接后来 对 都看不见了 你现在都那么差了 每半年查一次结合 好 我们到北航了 可以啊 你得感谢曹主任 可以啊 太谢谢您了 拿过来 他还来的时候那么小 很有可能到时候 不一定能够像正常孩子一样 去上学 去考试 治疗也比较及时 他家属也配合得比较好 跟我说他考到北航了 大家都觉得好像 这些年的辛苦没有白费 别人问就是恢复得怎么样呢 手还能不能继续做手术啊 未来怎么打算的呀 未来能做手术是一种结果 和未来不能做手术 它也是一种结果 转变呢就是 让我更加重视到了这个 研究 科普 和工艺 中央五度放大 眼牙高 现在右眼清光眼了 走 我觉得我们是有责任 去做一些原创性贡献的 能够让患者提升他们的视觉质量 智能眼镜的一些技术 都是我们在不停地碰撞 去进行交叉领域里头的那种开头 对吗 这个 这个是上的 对吧 这个 上的 能看到我的手指纹吗 这个是6 对 这个 5 这个 5 6 刚才看经验出来看到1.25 现在是1.2 2.0 那约续这回所有的卷子内容估计都能看见了 是吧 最后一行能看见的话那么小 咱历史意义保留 一个医科报的公益基金 专门资助这种的农村的这种的孩子 然后呢 他就符合条件 五千块钱 你们是农村的这个孩子 绿库是呢 帮你们办这个手续 从那个基金会里头给你们资助五千块钱 所以现在呢 今天看病的过程中一边做公益 是农村的吗 给他免费照个相吧 给你省点钱 小缝给他免费做个OCT吧 往左边看 公益慈善的这种的力量 精神上的支撑的力量 让更多的患者看到这个社会和谐的美好的地方 祝你活活活活 很多患者他们内心都其实充满了期待 认为不好的结果的话 他们是接受不了的 就觉得那是世界末日 那事实上如果我们的让他感受到说 即使最坏的结果发生了就是看不见 我还能有生活 我还能有了解信息的渠道 那我觉得就是告诉他一个地平线的 那你会觉得未来我还有幸福的所有 就是希望 所以我现在觉得希望 可能比视力还要重要 不要神的光环 只要你的平凡 此心此生无憾 生命的火已点燃 就是我既然选择了当医生 我就要时刻告诉自己 不停地去发展 不停地去创新 不停地给患者带来新的手段 面对一种完全未知的疾病 我们没有其他选择 记者两个字不退 很多搞ICU的人 为什么会大家都去这种极限挑战以后 也是能从中 体会到你自己的人生价值 医生的初心 其实大家都明白 就是救死扶伤 致命救人 我们当医生是进入生命 我从医生 35年 医学不是万能的 医生更不是万能的 再让我从头再来 回到18岁的时候 再选择自己的职业 我觉得还是无恙无悔 到医生 救头上去添词 这是一个对手术者心理的一个考验 也是对责任心理的一个考验 我们做创新 我们做研究 就要希望用更小的创伤 更少的代价 让病人获得更大的收益 谢谢 好 谢谢你们信任 谢谢 医生做任何事情 一个最重要的前提 就是必须把患者的一方 来以为 都是把患者的生命看得最重要